1豆腐 歡迎來到跨月烘焙 帳地周詢 Richard 跨月烘焙果喜院 今天來了 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不鏽鋼鍋煎豆腐 先將豆腐切片 把豆腐表面的水擦乾 先用大火熱鍋 接下來的過程 會用縮時不剪接的方式呈現 右上角的計時器代表的是實際經過的時間 方便給大家當作一個參考 整個熱鍋的過程大約是3分鐘左右 加水的目的是要測試鍋子的溫度夠不夠 把鍋子加熱到水放進去會變成一顆小水珠 小水珠彈到鍋屁之後還會再彈回來就可以了 鍋子熱之後就可以關火 放油 轉動鍋子讓它均勻的分佈在鍋子表面 油紋出現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煎豆腐 豆腐下鍋之後可以在表面上撒一些鹽 以中小火一面大約煎5分鐘左右 5分鐘之後翻面繼續煎 火力一樣保持中小火就可以了 不過也要看你家瓦斯蘿的狀況 大約3-4分鐘之後我都會稍微檢查一下煎的情況如何 從熱鍋到完全煎好我總共是花了16分鐘 在說明欄有放一些更專業的解釋 以這樣的方式煎豆腐是不太會粘鍋的 我在說明欄有放一些更專業的解釋 曾經在說明欄有放一些最新的解釋 神經濟的解釋